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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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匠官是甚麼意思 你看高虎嗎 高虎喔 有時候會說 出來說重匠官 就是我們大家因為去頒畢業以後 再經過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職務 你要的職務 當然都沒有補充 因為台灣現在是讓人簽領中 所以我們就沒有武將 所以我們想的是甚麼 有一個叫做禁衛隊 不是自衛隊喔 叫做禁衛隊 什麼叫做禁衛隊 就是保護日本天皇自己的武裝部隊 所以我們以後會有禁衛隊 會有海巡署 會有警政署 我們有這三個單位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以後我們會不會有外交部 不會 最終我們是有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 但那不是官 後來 如果美國軍事政府簽領中的時候 全世界所有的美國大使館要替我們服務 我們的旅行證件是由美國軍政府所發出來 美國軍政府所發出來的旅行證件會像甚麼 什麼東西一樣 給你看 琉球在1945年 1952年 去金山和平簽領以後 美國的軍事政府發給所有的琉球人 旅行證件 你看 這就是旅行證件 全世界的護照 如果是一個民主國家 護照都是甚麼色的 深藍色 很聰明 你都有注意到 如果有國王 有國王的地區的護照是甚麼顏色 紅色 很好 如果旅行證件 現主席旅行證件 中 地位未定的 甚麼顏色 綠色 綠色 或者是黃綠色 就是這樣 這個 其實我中國很清楚我們台灣 他發一個台胞證有 台胞證是甚麼 黃綠色 黃綠色 他是紅的跟綠的 黃綠色 我們台灣人 他不會說這個 法律方面 過去啦 你們現在勒我 過去 真的都 傻子 在這方面都是白痴 過去啦 不是你們啦 你們現在討論了你們知道 因為你現在台灣說 台灣的地位以後 他不會說 你現在走路有風 為什麼走路有風 你現在後面 那個人是甚麼人 美國 所以你如果想到 威懷 中國要跟你打 還是甚麼人跟你打 你都不用煩惱 美國一定要站出來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報紙 說台灣關係法 如果台灣受到中共襲擊的時候 美國不出來 都假的 我給你保證 美國的憲法都有規定 他一定要出來 台灣賣死 好像是美國現出是海外 佔領區 說比較難聽說 好像他是海外的一塊肉 台灣好像一塊肉 他海外 他自己的肉 他可以不夠嗎 他沒有 不行 有人說 現在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可能有一天美國會跟你出賣 但中國說 這樣 我欠他的錢 都頓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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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 我台灣給你 可以嗎 當然也不可以 你在煩惱是嗎 美國的錢 不是錢 這日的 副總統去北京訪問 北大學先問 問那個副總統 他說請問 你現在美國欠我很多錢 看我們欠我們中國這麼多錢 你們會不會還 這個錢安不安全 美國的副總統給他回答 很安全我給你保證 這個錢不像我百度的肉 我會好好的保護他 北大的學生全部拍手 說這個副總統說得很好 但是他的軍方有一個上校 叫做空軍的上校 叫做戴戌 他回去後 他想什麼不對 這個美國人很糟糕 他回去閉嘴 比較深深的 他說海啊 這個錢不行 想怎麼不行 你百度裡面的肉 你如果放出來 叫什麼 米田公 你聽到嗎 米田公你聽到嗎 大便啦 說比較白 你百度這個肉 他敢不可能用手 拿出來 他拿出來 有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他說海啊 不行 所以他還研究 美國在歷書 這個歷書裡面 有三次 因為欠人很多錢 第一 欠世西班牙錢 欠很多 欠很多 美國人怎麼處理 打一仗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你會記住嗎 1889年 打一仗 西班牙馬上就輸了 輸了 輸了什麼 掛世界土地 波多利哥 古巴 關島 跟福利賓 給美國 還賠錢 過去欠的錢 尊重好 第二 美國 欠什麼錢 欠英國 獨立戰爭 打下去 都不用行 本來欠 英國的女王很多錢 獨立戰爭打下去 他獨立 所以欠的錢都不用行 第三 他也欠蘇聯 他獨立戰爭的時候 蘇聯帝國 美國 救了很多錢 救了很多錢 後來美國怎麼處理 他說這樣 美國總統 跟蘇聯 那個人叫做帝國 他跟蘇聯的奉帝說 這樣 我可以行 行得少 但是 你拿一隻土地給我看 他在哪裡 你拿什麼土地給我看 阿拉斯加 本來的蘇聯 是說阿拉斯加 沒用 你看 阿兵 中年 都在路西 這土地沒用 幾千萬美金就不贏了 美國人都頭腦要求好 欠人錢 不是建金 就是用土地給他們換 美國從來不吃虧 現在阿拉斯加 裡面有酒油 美國賺到了 你現在又十倍買他也沒買 所以這個中國的武官 他說 嘿 這個美國啊 實在是很壞 欠人錢不買 沒關係 都用建政的 這個武官 中國的武官還想 也不對 照著你來說 美國欠中國很多錢的 人家這樣說 可不可以說 你 我欠你一百塊 你看一百塊要行嗎 要行嗎 要行嗎 要行啊 你都黏黏黏的 你如果不用行都借我了 一百塊都不用行 欠你一百塊要行嗎 一定要行 我欠你一億要行嗎 不用 一億就是 欠一億就行不去 你聽有意思嗎 現在中國 這個美國欠美的中國 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很多錢的 帥下去中國 現在還要你借他錢 你看 我看這種的 你的朋友 欠你幾千塊幾萬塊 常常跟你說 還有錢 拿一千塊來借 你還去借的欠是傭人 對不對 你聽有沒有 中國 現在為止中國要你表演 五人的把戲 讓大家全世界來看 這貿易是怎麼創意 你知道嗎 貿易 以前的模樣是 東西去換東西 現在呢 美國為尼克森 那時候 開始用金元主義 就是美金 和黃金 脫離 脫離 都用美國 用美金賣賣 要想美金是 美國出產的 如果沒有錢怎麼做 還贏就有了 沒問題 所以 所以 中國 不就 借給美國 很多錢 那錢都偏對 不是真的拿錢 賣的 是都賣給美國 貨物 美國說 旗在旁邊 越旗越多 現在坐到沒了 現在放不去 放不去 所以 但是你看 這中國很出名 美國 剛才要是好 有一年 兩年 三年前 美國 還發行公債 跟中國規定說 跟中國政府說 你們財政部 編預算 來跟他買公債 中國財政部說 你是中國發唆的嗎 你欠我那麼多錢 我會買公債 我才不買 那天 美國的財務店 還選擇 你中國不買 可以 我自己買 美國自己買 什麼意思 美國還要印鈔票嗎 印鈔票來買他自己公債 印鈔票下去 是因為美金變很多 美金變很多 美金變很多 美金就是什麼 貧值 中國一個想 不對 我還給你貧值 你現在欠我什麼錢 還給你貧值 還給你貧值 他也想貴 補 想要脫離 這個 這個給美國欠錢 那個 他說 這樣 中國外匯 用那個 美元 用歐元 做外匯存抵 這個用歐元 歐元要全部破綻 還要多少 現在錢 又購買美金 我感到美國是全盤掌控中國 所以你想說他用台灣改善 不可能 這是這麼多 這麼多 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有保障 你聽得到嗎 這樣對台灣 是不是有一個很好的保障 對 所以 你們來上課 不錯喔 你算說現在有反應了 美國 他一定會保護台灣 你都不用煩惱 我們只要把握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法律 法律 好像一條很大的皮鞭 你都不用煩惱 3月12號 各位 我們要去美國開一個很大型的記者會 我們只要在美國的記者會在哪裡開 在華盛頓DC 國際記者俱樂部 國際記者俱樂部 那間大樓裡面 有一千多個通訊社 全世界通訊社都在那裡 裡面有一間最大的聽 跟著三點天過 要兩千塊美金 兩千塊美金多少 六萬了 你就知道說 那個聽話多大就好 我們這邊的記者會 就是二月底 我們要再一次放過 美國的總統 國務卿 國防部的部長 和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先要去放過 要跟美國這邊三個說 你叫中華民國來跟他折騙這麼久了 可以離開了 你們也折騙 你們很愛中華民國的樣子 跟民進黨一樣 我跟妳說 今年我高級 不用跟麻煩 今年六七月了 我跟妳保證民進黨 大家每一節都會 那個嘴子開開開 鄉鄉怎麼說 中華民國不起來呢 民進黨要怎樣 民進黨是附著在中華民國 現在中國人不在中華民國 這個愛中華民國是什麼人 台灣人的民進黨 所以 這個世界一直在演變 尤其最近我跟各位說 我早前就說了 今年的裡面 你們看現在是台灣的局勢 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政府通常在美國做過的大賽 那時候在美國開記者會的時候 議員 議員也有去訪問他 他也知道台灣民政府 回到台灣做國安教的秘書長 他真的要處理台灣民政府很簡單 但是他有辦法處理嗎 他沒辦法也不敢 因為他知道我們在後面就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我常常跟我們同心說 因為你們現在國際班被壓 你們很快會進入 台灣民政府的官僚系統 我們台灣民政府中央會通知你們 你們如果要收 法理典招 職務典招 還是職權訓練的 會通知 所以你老的電話一定要 你不能說你接不到 我先跟你說 接不到沒關係 你現在回去要去國州 會做辦公室 要電力去選一下 跟問說 你如果想參加民政委員 內部的 你要問說 當時要法理檢照 因為我們州裡面 和我們中央都會聯絡 你聽不懂 聽不懂 這份量重要 因為我們要輕輕四千元 現在要欠差不多七百 七百還是六百左右 當然這個七百六百 也有一些動心 年紀雖然大 但是他也要來收分 你不能說 你不能來收分 他也可以來 但是他收分 後來要讓他做公務人員 可能比較困難 不常是要幫他來做理長 這不常可以 但是這不有一點好處 你變成我們的童心 你的老年年金 會比別人多四百元美金 每一個月 我們是決定 台灣民進府這件醫療 六十五歲以上 可以領八百元美金 如果台灣民進府 受過分的 可以領一千兩百元美金 一千兩百元美金 來生活應該可以了吧 還有一間房子 有 是吧 你沒有家的 你有家給你 但是我先跟你說 你如果有三間房子 在四間 我給你保證 你的水金很重 重到 你走廊就不會好 這樣聽到嗎 所以 你如果四間房子 你看看 那些小房子 那些小房子 比較壞 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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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鼓起很快 所以 我們不允許 台灣的人 用房地傘 來炒地皮 來賺錢 因為房地傘 你都沒在做工作了 坐在你家 那個主人就起床了 你賺錢 不勞而貨 不可以 我們要鼓勵說 你如果有錢 投資在工業 投資在商業 我們執政以後 很多的國營企業的股票 全部釋出 所有的老百姓都持有 全民監督 這樣台灣就不會 好一點好一點 要死 散散散散散 所以你如果賺了錢 結稅兩個字 絕對不可以出現 什麼叫結稅 你怎麼聽到 連前那就是結稅 那些錢 他要給你結稅 結稅等於什麼 貪污等於什麼 他沒說 所謂的結稅就是逃稅 所以我們絕對不允許結稅 政府給你規定 你賺多少 要九百分之多少 要九百分之多少 還不知道有公平 對不對 現在台灣是怎樣 公務人員跟普通人都買 做到賣死 賺的錢都去交稅金 要好贏的人 郭台銘定那些人 越財越多 稅金都不用叫 這是什麼什麼東東 我看不見 台灣人很高 都要淹來 所以我說台灣人淹來 第一名 自己拍索一下 和這個你拍索 說你在喝你還拍索 你真的有夠公 不用喝來 對不對 你現在要反例 這位站起來 用反例 把美國說清楚 你不要跟中華民國說 中華民國說 中華民國要說什麼 他馬上沒有了 大家都沒有想 我問中華民國全世界有什麼人生贏 沒有 沒有 沒有一個國家 身贏中華民國 什麼人生贏中華民國 台灣人 跟你說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如果要跟你騙 他就說你是台灣人 實際上在我們主題裡面 在國外對你的身份的看法 就是中華民國的人 就是中國人 我們都生活在矛盾之中 你怎麼聽到 所以你們來這裡上課 尤其想國去搬 你的頭腦要讓開開 這麼久以來 你到底什麼人 你要想得很清楚 想清楚以後 就不要再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因為外面的退國比較多 退到面子一堆嘛 對不對 你不相信 你如果去跟他講 人會跟你便 中華民國你要去哪裡 你怎麼這麼簡單 你秘書人有軍隊嗎 你說沒有軍隊 有警察嗎 也沒有警察 你秘書人是有什麼東西 一支筆 你有沒有看到一支筆 一支筆很厲害 現在一支筆 再一次寫國所爭 外地要拿出來 這個國所爭有十幾個 我已經都頭好小了 跟美國五個女士都說好了 他沒有跟你頭說 有很多美國的冠風 哪有跟我們聯絡 給我們美國留一點面子 給你留面子 我台灣人的面子在哪裡 對不對 你美國人從來不要面子 這個法論是誰啊 你美國誰啊 你美國學的你要遵守啊 對不對 現在為止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是尖領区 獨特台灣人不知道是尖領区 WTO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我們用獨立關稅領域 去參加 中華民國去參加世界組織 用Chinese台北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其實說起來也要怪我們自己 跟你說得這麼清楚啊 外面有一些腿還是不清楚 到現在又要選總統 2016絕對不選了啦 你放心 你一個電腦喔 中國國民黨那些觀戰 都很清楚 菁府痛已經十當了 你說他心臟不好 李orth竟的心臟支架爭十八肌 李orth竟不是那麼多跳跳 四肩在演講 對不對 心臟裡面爭十肌以從的 同四肌 現在才爭六肌而已 说是让你拖坏 我感觉那不是啦 那是你骗人 不用拖久 政府终于他会去美国 你听我告诉你 他不是傲人 他在美国当台塞冠的时候 和美国政治丹人都联络 他知道台湾民政府很坏 但是虽然很坏 我有跟他说过 美国是要求我们 和平稳定 无奉接轨 我们释出善意 我没给你怎样 但是对他的谈务 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那叫做转型正义 没有啦 不是清算啦 不要这样 清算这两句很恐怖 不要讲 心来知道就好 别说 我们是叫做转型正义 记得什么 转型正义 说一遍 转型正义 不是清算 后面听着后面说我们清算 不不不不 我们是转型正义 知道吗 中国人很厉害 那个语言 我们也要学习 他们明明建书 他说什么 转进 转进 有了 明明走到离后 他说转进 那中国人喔 这一套很会 我们台湾人都不会 台湾人傲敌 夭受敌 以前我一个说他就说清算 不不叫清算 叫做转进 我现在最烦恼的 我们接掌政权 我们接掌政权 以后 我们是有 有那个能力 去换这个政策 我们要换这个政策 真的啊 我没有跟你骗了 我有百人的 当时去查的 在成功而已查的 那时候我都要 都要做 智商 到现在好像没用了 现在少年人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那年长 怕一条 因为我这种 如果智商更高 国民党都给你动作 嗯 这个要特别修心 一直跟你要求 你要加入国民党 那当时 国业演讲比赛 在成功而已 我也参加国业演讲比赛 我说得很好 但是很可笑 就是我那年 有一个 我那个 做军长 就是成功而已 那个军长的校生 我那时候 他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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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名 我第二名 匯医上的部分 匯医长就知道 他说 啊 台湾人 要去到中国人拼 不可能 那时候 辅助 辅导长 跟 那个 连长 在这里告诉我 你应该是第一名的 不过 你委屈一下 那个是 军长的小孩 没有关系 你放我的家就好 台湾人做兵最爱 什么 棒 对不对 啊 可憐 台湾人就很可憐 那兵免做 用乡乖去做兵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 那时候 这个人做建政法 知道 我们不用去做兵 我就跟他拼 不过效果在 那时候 那时候不改变 那时候改变就没我 啊 这也很好文 那时候 那时候 政府警告 我去政府警告 那时候已经执政了 那时候 那时候白色恐怖 还在 所以 给我的弟兄 打开也是对 跟你们同样 你们的弟兄 到现在打开了 刚才好 但是呢 打开以后 你就好好运用 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去趟 那时候你们是 要没有组织 你们要再有组织 要再一次组织 是3月7号 下午2点 来组这个 叫做 滚手 还有3月8号 有这个 叫做 司法行政联练的特考 要求50个 因为你虽然没有投法律 但是你能参加 司法行政联练的特考 那次 执政以后 这50个 不用说 就要去普通的法学院 要去执什么 不用 这司法行政员的特考 你若执掉 就定义你是特认官 这你能处理 你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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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200点 是非选择 来是非选择 来是非选择 早上我们科学 你们有看 像200的课 滚手 200的课 我问 我问 那怎么 这悬子都蜗蜗蜗蜗 好难 我问 我问 那是非选择 哪很难 她说 秘書堂 这很厉害 出队 那出队 一二三四 答案很难挑选 我问 你若执这一分子 尤其是我出的队 你就要做主意 就要 这个有问题的时候 先跳过去 你一定要 选择去先做 因为在六月没时间的时候 是非选择可以 用右 但你用用右 这有这个原则 你听得好吗 用右的时候 你知道圈叉叉 这样不行 全部打圈 全部打叉 你会中一半 你听得好吗 你听得好吗 我告诉你 我七四人送很厉害口气 你有刚才那种很清晰的地方 你先不完嘛 对不对 一关傲人 时间到了 要什么 圈叉叉叉 看完去 结果一行 一条都没对 你搬那份 是非选择一定要记得 我告诉你 不是圈就差 不过一般来说 圈的占大多数 这是出地人的一种心理上的因素 你听不懂 是我没能够给你教这个 不过我不是说因为 叫你来扣这个滚手 所以才给你教这个 这是一般出地的人 算我头脑好的人 常常你用的 我的作文 从小学开始 考古中考大学 我的作文题目 不管你出什么地方 我的作文 就是最后那段 我都固定的 你要什么 但是一段 我没能够给你透露 我来给你透露 我来给你透露 把你抹去就行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自己 你的孩子 尤其小学 六年级 五六年级 你就要叫他 最后一段 去想 最后的文字 就是什么东西 最后一段 就是什么地方 都没关系 都听说 用那段 你看作文的时候 老师不过头 给你看五位 都看差不多最后 头前给你看的 中央给你看一下 那文笔流畅 想得非常好 用的成语很多 分数都很高 你们去看看 因为我现在 隔壁的专训班 我去上课 各位后会有期 谢谢